這種抹黑打過頭的反而引起民眾的反感 那個攻擊金這個有實際上亂過辦公室人就知道 辦公室在運作一定有那個叫零用金 就是說買便當、喝咖啡、甚至買衛生紙 甚至去夜市吃飯有些很難報的 大家會出一點錢、合成攻擊金來做這種支出 這個錢我相信高萬一定自己墊得更多 所以這個就是很正常的一個有亂過辦公室人都知道 所以無法理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要指控人家那你要先證明你的資料是真的 要交代這個資料怎麼來的 當人家說不然你交給檢調 他就說我們回歸市政討論 哪有這回事?我跟你講這場選舉到現在為止 只有抹黑,尤其每次抹黑一個被打臉次再換個題目再抹黑 林耕仁為什麼現在不把資料交出來 你不能人家說你資料交出來他就說我們要回歸市政 這實在是打得太難看了 他那個領助理會就一樣,回歸市史 有沒有做立法院助理的事情?有沒有,這回答這第一點 第二點 永齡鴻海他是一個私人企業 私人企業要投資個人,要顧全員的員工 私人企業薪水更高的都有 那是企業的行為 那鴻海給他多少錢,跟外面什麼事?